嘉庆道光时期是清代致辞业由盛转衰的过渡期 由于嘉庆辞业后期的风格与道光时期的风格非常接近 故而在传统上有把嘉庆和道光连起来叫家道时期的说法 清代嘉庆一朝景德镇御谣场 已没有专职的都陶关都里谣物 景德镇的谣夜由当地的地方关监管 这种制度上的安排显然就比康英前时期 在景德镇设立专门的都陶关 对谣夜的指导与质量上的监督 他的力度就要相差很多 乾隆皇帝虽然提前训位 把皇位传给了嘉庆 但仍然以太上皇帝为威慑朝政 因此嘉庆皇帝初年御谣场的运作 还是延续了乾隆皇帝时期的体制 瓷器的造型式样、文式图案 均因习乾隆的旧制不敢有所僭越 因此嘉庆早期的作品有钱嘉窑之说 而嘉庆一朝的瓷器品种和数量 却远远不及乾隆盛世时期 到了嘉庆晚期 瓷器制作的水平逐渐衰落 其风格与后来的道光作品趋同 故而又有家道窑的说法 香港嘉世德曾在2010年12月 开卖的嘉庆皇帝坟采福寿万年云口瓶 当时估价是1800万到2500万港币 最终以9026万港币成交 这是嘉庆作品到目前为止最高的成交价格 这件作品是英国放山居的旧藏 从这件作品的气形文式和彩头上看 它都保持了乾隆时期的风格 正属嘉庆早期的彩词作品 法郎彩作品在嘉庆时期早已停烧 嘉庆时期在珊瑚红地上用法郎彩描绘花卉文式 是这个时期的名品 在粉彩作品上 嘉庆时期完全延续了乾隆时代的风格 对很少的品种进行了发展 像百花不露地的粉彩作品 在嘉庆时期发展为金地百花作品 使这类作品看上去更加的雍容华贵 另外就是嘉庆时期的白地粉彩作品较少 单的粉彩作品都带有色地 并且在画工上与乾隆时期比较 显得死板呆滞 总体上嘉庆时期的瓷器在色彩品种上比乾隆时期都大幅减少 右面稀薄不够云镜 彩色厚薄不一 尤其是在嘉庆时期的后期 瓷器作品的质量已显出了颓势 鉴别嘉庆作品应该注意 嘉庆前期的胎体仍和乾隆时期相近 气形制作也很规整 嘉庆后期它的胎体渐趋粗糙 箔胎瓷器的质量和倒光时期相近 与乾隆时期具有明显的差距 嘉庆作品的右面 在前期仍能保持乾隆时期的细润 云镜的特征 但是其后期作品的右面 已和乾隆时期有显著的区别 湿又稀薄 光润不足 在右面的表面藏有那种波浪现象 因此嘉庆作品在早期制作 接近于乾隆时期的风格 故有乾家窑之说 晚期的作品逐渐地显露出粗糙笨拙的特性 接近于倒光时期的特点 所以又有家道窑的说法 倒光皇帝素以节俭著称 刚刚继位时 首先裁减宫内脂粉费用达数百万两白银 对于瓷器的制作也力求简朴 倒光二十年也就是1840年 爆发了震惊中外的鸦片战争 从此清朝的国势衰落 倒光官瑶瓷器的质量明显下降 乾隆嘉庆时期 优秀的工匠 以及那些具有高超致瓷技艺的人 都先后故去 虽然官瑶还在烧制 但玉瑶厂处于人才匮乏 青黄不接的境遇当中 因此从道光时代开始 清朝的官瑶瓷器的水平日渐低下 一朝不如一朝 因此耿宝昌先生 在论及清代嘉庆道光咸丰时期的 官瑶瓷器的时候 把这个时期和明代的嘉庆龙庆万历山朝 进行类比 都是社会状况和至此水平每况愈下 由盛世的高峰划向王朝没落的过渡时期 道光瓷器的时代风格较为明显 早期的气形 有的仍能保持嘉庆时期的风格 之后经过三十年的演变 逐渐由规整走向笨拙 以至于影响到后来的咸丰潮 瓷器的厚重笨拙特点就更为突出 因此嘉庆道光咸丰山朝瓷器 互相影响的特征非常明显 从嘉庆后期开始 瓷器的胎质日渐粗糙 由于胎体疏松 胎质的密度小 在上手的时候感觉瓷器的重量显轻 但其外形又显得厚重笨拙 从道光之后 瓷器的右面显著的特点是湿右不均 右的表面有明显的水波纹那种皱纹 虽然嘉庆道光时期总体的瓷器质量每况愈下 但每个时期也不乏精品作品问世 比如道光时期属盛德堂款作品 在近年的拍卖中屡屡创出高价 盛德堂是圆明园内道光皇帝的行工 属盛德堂款的作品都是道光皇帝的御用品 工艺制作相当精细 中国嘉德在2011年拍卖的属盛德堂款 道光清花蝉之莲粉彩十八罗汉扁方平 估价为600万到800万人民币 最终以3150万人民币成交 这是到目前为止道光作品的最高成交价格 同在2011年还是中国嘉德 还拍卖了另外几件道光时期的官邀作品 属盛德堂款的道光粉彩仙人 现瘦方平估价500万到800万人民币 最终以1840万人民币成交 道光松石绿地粉彩蝉之莲 瘦字葫芦瓶一对 估价300到500万人民币 最终以1725万人民币成交 属盛德堂款的道光绿地粉彩云龙文平一对 估价400万到600万人民币 最终以1725万人民币成交 这几件道光作品也是到目前为止最高的成交价格 此几件道可卖了 做几件道光重 来往前看 好看 稍息 新植物 多好看 自然之维 共同 特礼 缩